通过给出的示例 了解使用PLC的继电器和电磁接触器控制的操作是学习的内容 你好了解屏幕配置中给出的电器顺序配置以及控制箱内各种电器的操作 在屏幕的左侧 有几个按钮 指示灯和基于控制盒的选择器开关 屏幕中央是每种仪器的简要说明 下面是控制箱内的几个继电器 在这里底部的灯代替了马达被控制 可以将灯泡操作视为电动机 首先在手动状态下 在F1继电器中操作SS开关 并启用每个按钮 按下PB1按钮可打开MC1电源和L1 按下PB2按钮打开MC2电源和L2 按下PB3按钮以打开MC3电源和L3 三个Mac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互锁关系 其中每个输入都具有优先级 因此L1、L2、L3不能同时点亮 用户可以通过按下按钮PB4停止 在SS自动状态下 F1电源被切断 并且F2、F3、F4的每个继电器 都按照PLC时间表配置 按时间进行处理 继电器F2为MC1供电 继电器F3为MC2供电 继电器F4为MC3供电 代表电动机 每个MC1点亮L5灯 MC2点亮L6灯 MC3点亮L7灯 最后 在过电流跳闸期间 取决于F5继电器操作和PLC操作 L4灯每0.5秒打开和关闭一次 对于在相应电器顺序中使用的PLC程序 核点亮L7環je放逼 可以靠凭受精器的 泥建器F3消防 最后 使用电器F3地bin 锁 » se eller P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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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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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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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current relay trip generation Overcurrent relay trip release Input on SS Press the button PB5 Release the button differentiate 3D 下一个板冷� 阶OOP 按档 вал Press the button PB5 Release the button Press the button PB4 Release the button PB4 Input off, SS Input off, wiring breaker 今天的学习主题是用户通过按钮控制三个电机 这里是斜坡,每个电磁接触器由互所组成 另外,可以通过在PLC程序指定的时间内控制每个电磁接触器来操作电动机 您会发现在学习这些电序列结构方面会有所帮助 特别是,通过所有程序均由PLC程序执行的配置 我们可以了解更多自动电器控制的各个部分 各种寄电器可用于组织电器序列 请找到一些与此类似的应用程序事例 谢谢收看签出订阅和点赞按钮 我们将制作越来越多的学习视频 如果您将其他问题留在视频下方的评论中 我们将不胜感激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